8月31日是马来西亚成立的日子吗? 不是,这只是马来半岛独立和成立马来亚联邦的日子 在那个日子,萨巴和萨拉越还没有脱离英国的统治 和马来亚联邦组成国家的谈判也还没有完成 最终在1963年9月16日才正式和马来亚联邦组成了今天的马来西亚 换句话说,马来西亚是在1963年才出现在历史和国际舞台上的 但是这也带出了另一个正义性的课题 萨巴和萨拉越原本应该是马来半岛权益一样的邦 为什么如今却变成了州而已 今天华人百科就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和大家来谈这个敏感的课题 萨巴、萨拉越加入马来西亚是否变得更糟了呢? 是谁夺走了萨巴和萨拉越的权利和利益?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殖民地人民发起了反殖民统治 要求独立自主的声音 当时属于殖民地的马来亚也为了生存和民族独立发起了抗争 全马各地的工人、农民、小贩、秩序分子都行动了起来 一个抗争联合阵线人民力量中心于1946年成立 人民力量中心为马来亚独立起草了人民宪章 并定下了民主自治的马来亚原则 抗议行动正在1947年10月20日达到高潮 联合阵线发动全国总巴士 瘫痪了所有的经济活动 因殖民政府采取了越来越高压的手段 对付马来亚各族人民的反抗 动用军警驱散罢工和工人集会 屠杀、职工会领袖 尽管面对英国人的高压、监禁和屠杀 以及种种困难和挫败 泛马职工总会的会员人数不断在增加 会员总数为26万人 可以说控制了国内80%的持工会 1948年6月20日 英殖民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全面镇压马来亚人民的反抗运动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也宣布 向英殖民统治者展开全面的抗英战争 在12年的抗英战争中 统计显示共有6700人在战争中牺牲 而平民百姓死伤更是不计其数 数不清啊 英殖民政府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特别在经济上 他每年需要付出5亿英镑 来维持在马来西亚的海陆空军事费 英殖民政府承受不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及军事损失 而他也知道暴力和战争无法 政府马来亚人民 因此英殖民政府同意让马来亚于 1957年独立 然而他依然控制着马来西亚的政治 军事和经济事务 确保英殖民在马来亚的经济利益 继续精夺马来亚丰富天然资源 所以严格来说 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 并非真正和完全的独立 马来亚各族人民经过了1948年到1960年 12年艰苦的紧急状态时期 以及12年牺牲无数生命的抗英战争 才必是因殖民主义不得不让马来亚独立 尽管不是完全和真正的独立 任何人如果说马来亚独立是以和平的方式 没有经过流血牺牲而取的 那都是无济之谈 新加坡和马来亚紧隔着一条海峡 两国在地理、历史、血缘等方面 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新加坡曾是马来西亚大家庭的一员 公元18世纪到19世纪初 新加坡继为马来亚柔佛王国的一部分 二次大战期间 新加坡被日军占领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英国恢复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 作为英国自治邦的新加坡 面临困境无法独立生存 当时候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所在的人民党 一直希望与马来亚和平 当时候的马来亚首相东布阿都拉曼 在1961年5月27日提出成立马来西亚的计划 计划把新加坡、萨拉越、沙巴和马来亚 合并成一个新的国家 即马来西亚 这个计划获得热烈赞同 1963年9月16日 新加坡正式并入马来西亚 但合并并没有给新加坡 带来富裕稳定和安全感 首先新加坡原以为在加入马来西亚后 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但始料不及的是 印度尼西亚并不满意 身旁突然出现一个强大的邻居 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后 印尼便断绝了和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 禁止马来西亚的商人到印尼做生意 很多新加坡、马来亚商人也因此破产 和平也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点燃了政党和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新加坡两次爆发 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种族骚乱 使马来西亚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关系越来越紧张 为缓和矛盾 1965年8月初双方打成了分家协议 新加坡宣告脱离马来西亚成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同年9月 新加坡成为了联合国成员国 所以直至今日 新加坡国会右侧依然保留这只老虎 象征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在历史上的联系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我从来没有这样悲伤过 分家成了事实 我辜负了马来亚、沙巴和沙拉越 许许多多的人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 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 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头上的 对于新加坡来说 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 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 在居住这一亿多马来回教徒的群岛上 我们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 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 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如何生存呢 那李光耀口中辜负的沙巴和沙拉越的命运呢 似乎就没有新加坡后来这么好了 沙巴和沙拉越在1963年与马来亚联合组成马来西亚 作为联邦的一员 沙巴及沙拉越比半岛的州属享有更高度的自主权 比如不同的移民系统 马来西亚独立以来 东马人民的地位不断被矮化 自主权不断的被剥夺 一切以联邦为先的思维 导致多年以来 东马和西马出现了发展落差极大的情况 东马人的诉求被受忽略 根据1963年MA63马来西亚协议 当中包括大家同意沙巴和沙拉越两邦的地位 保障和特别权利 这有关两立的自主权 但东马人认为 现有的联邦宪法 把两邦的地位 扁降为与马来半岛 是一个州属地位同等 意味着沙巴、沙拉越失去了原先特殊地位和权益 导致许多应该得到的资源收入被剥夺或者减少了 东马的人认为 联邦政府不遵守当初MA63协议里的条约与精神 民间酝酿着一股强烈的固满情绪 两地人民强化本身地方性的身份认同 同时也要求更多的自主权 因此近年来才会发展出了沙巴和沙拉越 退出马来西亚 沙巴、沙拉越、可罗阿、马来西亚 简称SSKM 沙巴人的沙巴 沙拉越人的沙拉越 自主行动运动和口号 首先东西两岸之间的基础建设与家庭收入差距太大 差别待遇特别明显 即使东马拥有价值高的天然资源石油和天然气 但东马人民依然需要为基本名声和地方建设落后匮乏而感到懊恼 西马人对敢同胞的认知程度落差 导致东马人认为自己生长的地方被西马人歧视 被联邦政府所忽略 因此两岸人民渴望拥有更多自主权和资源来发展 那马来西亚总体来说 组成了马来西亚之后有更好了吗 在经过了513事件之后 马来人至上是一种种族主义信条 认为是马来西亚或马来亚的主人或特权者 马来西亚华人和马来西亚及印度人构成了马来西亚重要的少数种族 被认为是沉蒙了马来人的恩惠 透过承认马来西亚宪法第153条里规定的马来人优待而获得共鸣权 虽然这样的观念在马来亚独立前已经存在 但这个名词直至2000年代初期之前并未成为流行 在历史上对于这个观念最强的反对声量来自非马来人为首的政党 比如1969年5月13日的513事件之后 但是马来西亚宪法中有关马来人至上的部分也得到确立 实际列明马来人的特殊地位 你呢对沙巴沙拉越和马来西亚权益有什么看法 这里是华人百科一个关于华人和金钱的频道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 记得现在就按下订阅吧 一起探索更多被埋没的华人故事 我们下星期见